去那個 要看那個嘉年華 那個氣球又沒看到 但是我一直很慶幸的是我下車的時候沒有下雨 然後這一次的行程是我第一次去 去住露營車 然後還有就是第一次住在野外的帳篷裡面 我覺得蠻酷的 但是呢 就是我覺得它外面的 因為我們是像湖邊 在外面有青蛙 然後在那邊呱呱呱 我不是有發現的嗎 超級吵的耶 然後還有一隻蠶 它就這麼小隻 然後它就停在我們的帳篷 不是說會有一個拉鍊 然後是那個防紋的那個嗎 它就停在上面 然後超大聲 這麼小一個人 超大聲的 這樣子 當然我不行耶 我直接就是震動一下它那個 就是那個門的部分 然後它死巴巴的抓著那個 然後一直這樣 喔 幹我快氣死了 然後後來我逼不得已 我就只好把它彈掉 然後它就掉下去 然後我本來想說 就是我以為我輕輕的彈它而已 然後我想它掉出去 它應該會飛到別的地方有沒有 它在我前面的草皮 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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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真的都不好了 我真的都不好了 很煩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就這樣